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久后他就因犯案数量多危害性大而被执行死刑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名叫刘伯温 明天传言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魄散惭愧不易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刘伯温即可观看